阿姨又打电话 喊我来他们家吃排骨 然后玉米 因为好大 然后桌上有一桌人 很不好意思啊 跟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也在家很不习惯了 感觉很不好意思 不晓得为什么 给我装了这么大 我就这么吃完 玉米好甜 很好吃 吃下肉的 好多的这种蚊子呀 满地飞呀 可能估计是地上脏脏的 然后还有这么多蚊子 阿姨包装的一碗这么大 我根本就吃不完啊 哇 头发有两天没洗了 感觉好油啊 一点都不习惯啊 我现在在他们炒菜的地方 来 他们就是用这个动态炒菜的 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这边还有小猪仔 这边还有一点小猪仔 四天没洗头了 今天中文洗了一个头发 感觉洗起来好清爽啊 我感觉还是跟洗发水有很大的关系 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还记得就是 这个尿衣服的地方 就是我跟玉米才刚刚相亲认识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他们家 就是在这里在这里 然后聊了很久的很久 那时候第一次来他们家的时候 我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躲在这个楼上面 然后跟玉米才聊了很久 刚刚我洗头发的时候 那个水桶里面还有一个老鼠活的 真的吓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很黑哦 我把灯开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老鼠 这个桶里面一个老鼠 真的吓到我了 然后这里是洗澡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厕所 我也习惯了 这楼上有点热 好热 我感觉我一回来 我的腿都变黑了 都是到处都是疤 痒死了 今天好一点了 我的头发特别的毛燥啊 然后我每次洗完了 我都会用这个电夹棒 然后给它夹直 习惯了 然后就是从上高中到现在 我的头发就一直很毛 然后就喜欢特别的去给它夹直 你都会乱 在吗 我都自己如去为还 是